盘点那些智商堪忧的女朋友 6分 你穿红灯了 没有我怎么可能犯那种地级错误嘛 我差一点点就扣红灯了 啥子意思哦 我昨天没注意都走到路中间了我才发现是红灯 啥子 我当时一坐刹车就停那了 那个没的事只要你停到那里就不算穿红灯 但是我觉得车子有点多不长安全 我又把他开过去了 你开过去这啥子开过去就是穿红灯扣6分 哈哈哈哈 我去说要扣红灯嘛 还好我聪明我一把倒回来了 你倒过去是啥子嘛 倒过去又要扣两分仙人 仙人 扣哪这分我又没穿红灯 你都开过去了你还不穿红灯呢 但是我中途返回又倒回来了的嘛 人家这个不追返回仙人 哎不追返回呀 那咋办呢 不跟我说 哎呀吃葡萄看电视剧呢 葡萄田不 天呐 你这葡萄是和谁去买的呀 带咱那一块买的 带儿子去买的 那你回来吃葡萄看电视剧 请问儿子在哪 你给放门口了 好妈妈 不是走这走这半天咋还没到啊你记不记住到你不说你记住到了在前面的没到呢我记哪个路口啊哪个路口啊走到就过四五个路口了啊哥那路口洋个路口吃炒呢 你还可站半天这时候你给他找羊啊你是你你是三点脑瓜有毛病吗你是三点有毛病是不是 翘翘哥路边吃炒进那道口 急养了还吃炒啥是不是呢 那我就记得吃炒 你先关空调再熄火你空调都没关 没有风啊 啥风啊我说你空调没关 我没关空调它咋不吹风了呢 你不是熄火了吗 对啊我熄完火不就都关了吗 他没关是因为你熄火了空调才不吹风呢你再大火空调是不是烫一下就吹风了 烫了就烫了空调就烧坏了 要不一按空调的时候烫一下不能吹风 这干啥是有过程呢你得先关空调再熄火啊 就好比俩说的像男的是不是得先追这女的追完不才能亲嘴呢了啊 他是得有这过程嘛 那不一定当时你就先亲的我的嘴完了才追的我 什么呀你中间整错了我没说清楚呢现在 那不是空调你得把空调先关吧 你又打火啊呀坏了吗 现在是没坏你 坏了吗 你个大男的嘴跟免货要是大道没完没了烦不烦人呢 坏了吗 坏了吗 你这个点下来没说我吵了这个位置啊 他两个一块我就吵不上 怎么吵不上 你看他这个地方脏的 你看他这个吵上之后他这样扔的也不信的 他这样发的也不信的这个地方躲着 你吵了咋的呢 0到100有几个8 小学生体 我本科毕业 你误误我 你算啊 你算了有几个8 本科毕业都得手算 十个8 你再好好算算 我好好算算啊 看着啊 你可看好了 十个吧 就你这样是他本科生毕业呢 你再给他一次机会 看着啊 我给你写吧 你自己算啊 来咱们数一下子 12345 两位十 看啊 给我来一成法 是不是十个 你自己数一下子 还还给我俩改那块 一剑 行 这本科行啊 好笨 快点快 快媳妇 说三遍 李白姓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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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白姓什么 定白 哎呀 不是 再来啊 说三遍 有有有 有有有有 你和猪有区别吗 没有 哈哈哈哈哈哈 最后一个哦 你妈知道你是猪猪吗 不知道 漂亮 媳妇你打败了全国99.99的观众 哈哈哈哈 我问你 我问你啊 你别说三遍我跟我 我 我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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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下车是让家务谁做 你 你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说你俩结婚两年了 怎么要孩子呢 要孩子 至少是没妈妈 就没打药 萌萌至少挺高的 萌 哎正好 嗯 哎我的一合成是母牛奶啊 你再说是母牛奶呢 万一是公牛奶呢 他肯定是母牛奶 这里百分之五十的几率是公牛奶 哈哈哈哈 你咋要喊 哎 这还没完呢啊 媳妇你手机呢 媳妇 我手机有多 嗯 哎 我手机呢 我吃饭没给我拿的 哈哈哈哈 我让你给我拿的 没有给我拿的 那直接是烂的 各位处理说你看我手机了吗 完了 他们绝对是烂的了 你打个电话 打电话看烂不烂能不能打通 我先没说了手机丢了 你送过来打电话 他在带话呢 哈哈 完了打不通了 砸着呢 我正纳闷了 这怎么办呢 这个你说能要吗 你怎么看着呢 肯定是在哪看着的媳妇 哎 你吓死我 我也没有手机丢了 哈哈 我发给我打电话 你说得不费吗 我觉得那很不费